男孩为了交朋友 竟然把刚埋不到一天的尸体挖了出来 一句还不够 第二天又到墓地搞事情 一连挖了好几口棺材 硬生生把一家人凑齐了 回家路上 还压死了一只狗 这下连宠物都有了 他把尸体整整齐齐摆在沙发上 相机卡擦 来上几张全家服务 可当他看到照片后 当场吓傻了 照片上的尸体竟然都活过来了 连狗子都蹦得老高 男孩名叫亚瑟 从小就没见过父亲 本来还有个相依为命的母亲 也在前两年 因为她一个失误直接被垫死 从此她就被迫成了孤儿 独自一个人生活 她性格内向 社恐癌晚期患者 交不到一个朋友 经常被小混混欺负 日常的活动就是看电视 无聊了就找目的的母亲聊天 本以为就能这样躺平一辈子 直到有一天 社工的突然出现 打乱了她百滥的生活 社工告诉她 需要在一个星期内交到朋友 否则就会把她送去精神病院 亚瑟直接猛逼了 精神病院是不可能精神病院的 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去 但是一个星期内交到朋友 对她这个社恐患者来说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于是 她又来到墓地 找母亲诉苦 希望母亲给她纸条名路 这不 老妈果然在天有灵 亚瑟看到隔壁在举行葬礼 竟然是全镇最帅的男人大米哥 看到大米哥死了 都有这么多亲朋好友送行 在想想自己活着都是孤拐一人 她内心羡慕极了 嘴角流下不争气的泪水 没过几天 社公又找上门来询问情况 问她交到朋友了吗 亚瑟支支吾吾地想到了大米哥 于是脱口而出 社公听后很高兴 让她把朋友带回家做客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亚瑟这可当真了 当天晚上 就鬼鬼祟祟来到墓地 把刚刚下葬 坟头草还没长出来的大米哥挖了出来 直接带回来家 不得不说有点小缺德 第二天 她来到墓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 就在要离开时 意外碰到了墓地管理员 几句闲聊 亚瑟得知最近镇上死了好多人 都可以凑成一桌打麻将了 于是 亚瑟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晚上 她又悄悄摸摸地来到墓地 将最近几天刚埋的心坟筒筒刨了一遍 果然如墓地管理员所说 恰好凑成了一家人 回家路上还压死一条狗 这下连宠物都凑齐了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亚瑟热情地招待了家庭新成员们 还饶有兴致地来几张全家福 正当她未交到新朋友而高兴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 当亚瑟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客厅里隐约有动静 来到客厅 他被吓得直接哑脉呆住了 昨晚挖出来的新鲜尸体 竟然都活过来了 妈妈在帮他运衣服 妹妹睁着卡兹兰大眼睛 叫他一起看花园宝宝 爸爸叫他修车 不小心弄断了三根手指 直接用订书机把断指订了回去 大米哥则是在花园里享受日光浴 连狗子都在活蹦乱跳 原来这就是有亲人的感觉 然而 好日子还没过几天 社工的再次上门 将他们的幸福生活打破 这一家人有多倒霉 女儿吃鸡腿噎死 父亲喝酒醉死 母亲坠机摔死 哥哥就更奇葩了 刚准备出门约会 就被坠机轮胎砸死 更让人崩溃的是 倒霉的一家人坟头草还没长出来 就被人刨了棺材 而刨他们坟头的人就是亚瑟 他因社恐交不到朋友 社工限他七天内交到朋友 否则送他去精神病院 所以他才出此下策 将刚刚倒霉死的一家人挖了出来 没想到意外将他们复活了 这让亚瑟又喜又惊 就这样四具尸体和一个社恐男孩 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家庭 当然 不能忘宠物小狗 没过多久 社工再次找上门来 检查他新交的朋友 为了不让社工看出破绽 亚瑟将大米哥缠了个严严实实 宠物狗也藏进了钢琴 当看到满满一屋子人的时候 社工小美替小帅感到高兴 可大壮逐渐察觉到不对劲 这一个个朋友怎么奇奇怪怪的 他在屋子里四处查看 屋内四处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不出意外 大壮在地板上收获了一只可爱的耳朵 他意识到此事必有蹊跷 于是 趁着夜色又偷偷潜入亚瑟家 结果又收获一只断指 这让他更加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 他赶紧拨打精神病院的电话 要他们赶紧来抓人 自己带着摄像机准备拍下亚瑟的证据 没想到打开门一进屋 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母亲贴心地抚摸他的额头 没想到一块腐烂的皮肤粘在了他的头上 大壮被魂都被下磨了 把腿就跑 结果正好撞见了精神病院的人 然后被当成了精神病 大壮万万没想到自己被自己叫来的人抓走了 就这样 亚瑟成功找到了大渊种替他进了精神病院 从此他再也不用担心社工的骚扰 一家人其乐融融 好运也随之而来 亚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这一天 他的女神正在被混混们调戏 亚瑟正好路过 女神为了脱身 借口找他约会 作为社恐的他 就连朋友都没有 更别说和女孩子约会了 母胎单身十几年的他 找到大米哥帮忙 毕竟他死前可是全镇最帅的男人 妥妥的花花公子一枚 大米哥也毫不吝啬 将毕生撩妹技术都传授给了他 教他做了个酷酷的发型 挑选一身别致的穿搭 还给他选了一个浪漫的地方约会 不出意外 在大米哥的助攻下 亚瑟很快就将女神拿下 鬼母亲知道他这么有出息 二话不说就打电话给亲家母 邀请他们一起去万圣节party 就这样 一群真鬼混入了万圣节化妆舞会 鬼父亲更是成为全场焦点 简直是酷炫拽上天 很快 女神一家也来到现场 女神化了个美美的妆 约亚瑟单独相处 没想到 没有大米哥知道 他就是个憨憨 看到女神就腿打执 半天憋不出一句话 借口有事找大米哥 前脚刚走 女神就被小混混盯上了 说什么也要女神的联系方式 看到女神被骚扰 鬼家人们纷纷表示我要出手 没想到一向胆小的亚瑟站出来了 表示自己要为爱冲锋 但是他没有成功一条舞 刚凑上去就被一拳干翻 只见他开始全身抽搐 口秃鲜血 眼睛发白 万圣节化妆舞会 一群假鬼当中混进了一群真鬼 人们对此毫不知情 鬼家人更是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亚瑟看到自己的女神被小混混欺负 冲上去想来个英雄救美 没想到被一拳打翻在地 开始浑身抽搐 眼睛发白 口秃鲜血 然后缓缓直起身子 一拳就可以到小混混脸上 接着掐住混混的脖子 两人在拉扯中 亚瑟的手臂竟然被小混混扯了下来 看着手里的断臂 小混混吓傻了 裤裆都湿了 把腿就跑 万圣节碰到了啥不干净的东西 亚瑟捡起地上的断臂 还给了大米哥 原来这是大米哥借给他的 亚瑟瞬间成了全场最靓的仔 还收获了女神的芳心 鬼家人们都为他的勇敢由衷地感到高兴 亚瑟终于走出了孤独 真正地交到了朋友 还是女朋友哦 第二天 亚瑟来到墓地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地下的母亲 希望他全下有知 自己不再是孤单一个人 然而 意外很快降临 这天 鬼爸爸的手臂因为干活又断了 鬼妈妈去帮忙 准备用订书机给他订上 结果运斗忘记关了 一下子引起了火灾 瞬间被浓烟枪倒在地 昏迷不醒 就在危急之时 鬼家人们及时出现 想要将他拖出火海 然而火势越来越大 烧断了房梁 直接压在了亚瑟身上 他想要放弃 反正自己也是孤单一人 可鬼家人们并没有放弃他 纷纷鼓励他 你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又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 他想叫上鬼家人们一起走 可他们的大限将至 是时候分别了 亚瑟不舍地转身离去 而鬼家人们又整整齐齐坐回了沙发上 就像当初一起拍全家福时候的样子 虽然他们相处短暂 但他们教会了亚瑟怎样面对孤独 怎样走出孤独 孤独是一个人的常态 但成长的路上也需要家人 朋友 爱人一起搀扶前进 电影的最后 亚瑟走出火场 和女神走在了一起 他点燃了鬼爸爸留给他的雪茄 这是他成长的礼物